好了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做的这个视频呢也是大伙期待已久的三国战技2P的改版天降神兵 那这次咱们做的这个视频呢是来自于咱们的紫月清风和枫叶代比他俩打的这么一个秒和秒的视频啊 和秒呢其实起源于咱们起源于什么呢啊起源于三国战技的119版啊那和秒啊大伙都了解 但是呢秒杀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所以说研发到三国战技2或者是2P上啊 你就会发现呢也挺有意思的啊 那这次呢咱们打的是一个两个人配合的呢 还算是有有可开发的余地 但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 看这个版本呢特别适合打秒杀 咱们你看这上面写的飞龙就是天降神兵版本啊 当然咱们选择的是诸葛亮和张飞 这两个人呢诸葛亮和张飞啊应该说他俩配合啊应该是比较天衣无缝的啊 诸葛亮呢作为咱们的军师级别的这个英雄啊 那是那强力咱就不多说了 而张飞呢啊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带着个绿色的头巾 绿毛飞啊 这个好了 他那个他那个张飞啊 那攻击力呢是相当的高啊 所以说两个人秒杀的话呢 是非常的好看 咱们这一次呢是来一个秒13 好了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个铁甲兵 这个铁甲兵呢 跟大家讲一下 铁甲兵呢是第一关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彩蛋 大家伙都了解 这个彩蛋呢第一关是有这个有这个衣服啊 衣服呢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你像咱们这个咱们这个天天神兵呢就是可复制版 可复制版的话呢就跟204 就是咱们三无战斤2P的204版本 204版本的可复制的话跟大家回来讲很多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我是在发布啊 我在头条发布的时候呢 然后有很多人留言给我说小狼啊 你这个你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行了 说你这个我一个老玩家明明我懂我都我听不会了 但问题在哪呢啊 他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啊 这个呃 因为因为咱们如果说你你想要做教程的话 教程和解说是咋码事 但是呢你像我那天啊 脑洞大开想个大伙儿通过无画面的这个效果去讲解 那那肯定不行啊 那那很少你说没有画面配合你去讲解 那一般来讲呢 那是什么教程啊 那对吧 那又太得了啊 那相当于听小狼说游戏啊 那听说游戏 那得得上上 啊 可以看到下猴敦 首先一个洞 毒上 毒上之后 看一下一下 直接一个火 先用一个八卦阵飞起来 把神龙谷水一撞 然后猪 张飞直接就是一手 可以看到一个雷 定住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啊 刚才张飞那个血杀的输出是非常高的 而张飞呢 那个拿的张麻蛇毛还没有啊 然后什么方天化级也没有啊 那就不多说了 刚才呢 你可以看到八卦阵 八卦阵打一下之后 马上就张飞就开始写 这样的话可以打全点 这个配合呢 也算是挺好的 那不过吧 我个人觉得呢 他这个算是 算是打 晕熊秒杀 一个 一个晕 一个晕弹啊 烟雾弹 先给他迷晕了之后 然后呢 咱们再打 这个虽然说也是连招啊 但是 那毕竟呢 是你读完了之后 他费血了 然后站起来晕啊 这虽然说也 如果按照诗歌来讲啊 按照这个歌 咱们咱们这个诗歌的说法来讲呢 确实是啊 打击晕型诗歌啊 没毛病啊 这个老铁是没有毛病的啊 所以说 这是秒杀一个成功 非常简单 呃 在秒杀过程当中呢 诸葛亮还要前前撞去撞这个神龙骨水 所以说 一定要 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就是千万不要那神龙骨水没有了之后啊 那这个神龙骨水也是正了八景 这个游戏当中 最不可多得的道具之一 好了 孙子兵法和道家秘本 孙子兵法在这里一定要说一下啊 你像孙子兵法和五子兵法呢 一般来讲啊 五子兵法很少人就喜欢用 因为他呃 作为这个呃 作为一个就是功能性的这么一个阵法呢 其实用处不大 而这个孙子兵法就牛逼了 孙子兵法的话 你放出来之后 那增加当前攻击的攻击力 那是什么感觉 那相相当变态了啊 这个 你如果说你像那个 你像咱们的想法 你像有的有的军事技能 比如说 咱们这个诸葛亮 有李诸葛亮啊 还有这个庞统啊 就军师也有这个正 正级负级 咱们叫正诸葛亮和伪诸葛亮啊 这么叫也也不好听啊 应该叫正诸葛亮和 呃 如果如果按照字面就是负诸葛亮 或者说是 呃 咱们就是李诸葛亮啊 呵呵两种 说这种诸葛亮的话呢 他就比较 呃 这个这个就可以可以放那个 放这个另外的必杀 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单体阵法必杀啊 就比打boss用的 比如说混乱啊 比如说像这个 呃 像这个禁炎啊 就是不让他这个 不让他练招啊 不让他动 也有 当然了也是可以让他减防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 是来到了第二关 这个三国战机2P为蓝本的版本呢 大多数是要走白河的 也就是说走这个球 走这个水底下啊 走水底下之后呢 呃 击飞 但是呢 你如果想要秒杀 你看啊 如果说你想要秒杀boss的话 那你就看看是怎么打了 最后选选这个方面啊 这个游戏呢 是分正负主机的啊 一共四个方 四个四个操纵杆 这个如果而是 你像如果有这个四条路线的话呢 那么肯定是呃 就是如果你有四条路线 每个人都选一单一条路线的话 就根据主机的这个操作杆的这个效果来选 这个投票的话 如果也有弃权不选呢 那也是根据主机来选 当然呢 在这里呢 就是刚才两个人肯定是 肯定是在打第一个boss的过程当中 他俩就已经商议好了啊 这次是打秒杀 能秒几个秒几个啊 随性秒 其实这里面这个秒呢 我个人觉得还有点难度 你像三国战机这个106版本啊 就是三国战机2 他不是2P 就不是2plus 而是三国战机2的106版本 那个版本呢 秒杀啊 那说句实在话 那祝国亮呢 八卦阵一开起来 然后再加上招降的武将 那尤其是你像什么 给你个什么 呃 张合啊 给你个什么吕布 那 那这那不是秒杀 那是那那那是真秒杀 那不是连招点死的 是一个八卦阵 哎一下之后 就一个 比如说吕布 打那个沙蒙赫 一个吓上跳 一个吓上 吓就吓上手 直接就 KO啊 就没说的啊 太赖了 好了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咱们是走 正常呢 是有上下密室 哎 这边的张佩 是走 走这个下密室 祝国亮呢 是在这里打一打气 这里面呢 你看这个连招方面上 比较简单啊 走下路 再往上走 这里面 正常应该是有黄袍 我记得啊 上方应该是有 那个黄中的 祝荣神火宫 很多人说啊 这个祝荣神火宫 为啥这个祝荣 很多人就停留在 这个祝荣夫人啊 祝荣夫人是什么呢 祝荣夫人就是那个 就是就是孟祸啊 你看这黄袍 黄袍加身 黄袍的防御力啊 非常的低 但是呢 它有一个独特 独特的属性 就是可以让咱们的 极气速度啊 变得非常的快 包括咱们还有风神袍啊 风神袍啊 风神袍就是黄袍身上的 这个风神袍呢 也可以让咱们自己呢 这个移动速度 变得非常的快啊 控制起来相当的 相当的困难 当然呢 这这个 这些功能性的衣服 包括还有一个叫金丝 什么甲吧啊 好的可以看到 先是一个神龙白尾 打过来 一顶 再利用这个 八卦阵顶起来之后 又是一个神龙白尾的 小AA一型必杀 顶起来 又是好的定住 顶一下之后 又是一个神龙白尾 三下之后 可以看到 祝福亮还有一个必杀 A一下之后 一个后弦啊 选择了用后弦跳来顶 啊 可是操作失误了 这一下 这一下出现了失误 这个boss本应该可以秒杀掉的 结果出现了失误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 非常的皮啊 很可惜 那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小兵啊 应该是救救主有功 那小兵肯定是救主有功 但是剩下的就有点难受了啊 真心难受啊 好的 当然了 这个就先不扯啊 接下来呢 失误呢 仅仅是单体的失误 再往后看的都无所谓的啊 来看看 现在马上是 呃 马上是第三关 第三关的话 诸葛亮呢 诸葛亮呢 是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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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火神艳善 我最开始以为叫 助容神火善啊 助容神火宫 必然有一个助容神火善 是吧 但是这个叫武火神艳善啊 他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叫的 这里面就没有什么翻不翻译的事了 你看咱们屏幕上是有这个 TAM 还有什么JORIN 啊 之类的啊 就是都是给一些这个 其他的玩家啊 好了 可以看到这是放老头走 放老头走的话 一会儿呢 肯定是要 要这个 民兵策 然后 有可能的话是要 不是有可能 你可以给张飞拿三级跳 呃 用张飞的三级跳的话 就可以去拿这个 咱们的这个武器啊 可以去拿这个 拿武器 如果走背面的话呢 诸葛亮就没有 也可以拿武器啊 走背面诸葛亮 张飞也可以拿张八舍猫 但是呢 诸葛亮就没有那个武火神燕上了 刚才这话题说啊 这个祝荣神火宫 祝荣是谁 不是祝荣夫人啊 祝荣是火神 火神祝荣水神贡功 现在有很多这个 这个以前的一些 以前的这个初中就毕业的一些 小社会小青年啊 在这里我就 我就说难听点啊 就不要不要跟我扯 也有的没的啊 在这些小青年呢 明显就是啊 就有点装逼啊 就是说这个自己 学过一点点文化知识啊 这个一定要整清楚啊 就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整串啊 祝荣神火宫 是祝荣夫人的宫啊 太疼了啊 好了 好了 选择江夏救兵 这个 这样的话 不走景下啊 不走景 景上景下 松下 Penisonic之类的 这个 他这个不走景下的话 那就太疼了 这个 那不要扇子 然后还捡了三级跳 捡了三级跳的功能性衣服 你这就就就 有点难受的啊 那那秒杀啊 你你要打司马仪的话 那就是唯秒杀 司马仪的唯秒杀 因为你你练八卦阵 他是不好使的 知道吧 大家会了解了啊 你练八卦阵不好使的 那你走 你走这个长满坡的话呢 他就没有那个司马仪 那个boss 这个这里面要说司马仪啊 不会打司马仪的人 那是真心难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军师级别的人 打这个司马仪 你会发现啊 根本就 你说你用雷 咔 他就哎 然后你用八卦阵 他就哎 免疫啊 对这个阵法啊 对咱们的这个 这个攻击免疫啊 这点是太讨厌了 不过呢 因为他不能被无限连 所以他能被无限连 这个 这个 这个说辞很尴尬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因为咱们可以把他打孵空 打孵空之后呢 他他能不能被无限连 但是 所以说呢 你可以继续追打他 他就变成了一点击二连击三连击 又变成一点击二连击三连击 这么个情况 来看看司马仪 这边 你看一个雷之后 一个雷之后呢 这边这个司马仪直接就是一手 这个一手爆爆 哎 嘿嘿 这个太疼了啊 司马仪要说正常来讲是挺难打的 这个呢 当然也就不算秒杀了啊 你打这个 这个boss要秒杀的话 只能是张飞去秒 我告诉你怎么秒啊 前一撞 坡前一撞 坡你看五点 然后零点 两二连三四五 然后零一二 你看 他 因为他不能被无限连 所以说就无限背脸 哈哈哈哈 由于这个 所以说啊 可以利用敌人的优势来当成 利用敌人优点来当成他的弱点 也并并不是为一个好的办法啊 就是了解这个系统的人就应该知道这个怎么回事 当然你这个你要算秒杀的话 那肯定是不算的 不用想啊 好了 可以看到 直接顶死 这里面 如果是三国战机二的话啊 走这条路线是会给你一个那个什么的啊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无火神厌扇的 但你如果是走这个 走这个a路线啊 走b路线的话呢 他们就没有这个办法啊 当然对对对 走b路线的话 张飞是可以拿这个 拿这个功啊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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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错了 这里面的话呢 看一下 勾出来这个兵阵 这里面这个 这个兵啊 非常的扛打啊 这个所以说 有这个兵阵兵多的时候 还真心不会打 最好是用必杀给他秒掉 好了 进上来之后 在这里啊 我跟大伙说一下啊 这个张飞呢啊 上方的上方有一个带子 上方有带子 这带子里面呢 正常人打的话 是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个小 小圈轴啊 小圈轴 小小 应该是个封书 这个道家法典啊 但是呢 你如果是张飞打的话呢 就是一个 杖拔蛇毛 加那个封书 其他人不要去打啊 而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在那个 在游戏厅 我要去打这个杖拔蛇毛的时候 我去打杖拔蛇毛 然后呢 结果啊 哎 结果呢 这个 有个 有个 有个人选 貂蝉吧 还是选 马超 我忘记了 他跳起来 啪啪啪 跟我那打了 我说你别打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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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打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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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杖拔蛇毛 他说 我知道 我说你别打 他最后还是给打了 打完之后 杖拔蛇毛没有了 因为必须得张飞打才能有啊 所以说他 当时我真想一个腿瓣 连人带拐棍 给他直接炫羊钩里去啊 好了 看看再八卦阵 顶完 直接一个神龙摆尾 助量三颗气呢啊 顶一下 再来 这里面如果神龙谷水留给 留给张和的话 还能让还能给张和一个 真方天化解的节奏 助量还有一颗气啊 但是不需要 直接一个雷 然后加上一个狂风式 直接打死啊 走这个B路线的话 就没有触发那个剧情 如果是走走A路线的话呢 他就可以触发那个剧情 就是比如说 他可以召唤那个孟霍啊 走A路线的话 是用用那种方式 利用利用那个上下跳的 这个全屏阵的必杀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孟霍给震慑走 把他给吓走 吓走之后呢 临走之前扔了一个杖拔蛇毛 而这个 而这个真方天化解呢 如果就通过调的话 如果是正版的话 如果是2P正版的话 你得调一下啊 你得把方天化解调出来 你不调的话是没有的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招降这个张和 在招降张和的一瞬间呢 当然你要损失一个神龙骨水啊 然后在在他那个升级之后 那浑身闪光的时候呢 连撞三下 就可以撞出这个效果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看看 烽火连环 直接一个大雷 这里面这个铁甲兵啊 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啊 硬汉呢 虽然说不是纯霸体 但是硬汉啊 就是你打我之后 我的受创僵直时间非常少 像这种铁甲骑兵什么的啊 真心是非常难的啊 这个 有的时候必杀 秒就秒掉 秒不掉呢 那你最好是有一些特殊武器等等的 你要没有的话 真心挺难的 好了 可以看到第四关 第四关的话 你想要秒杀很简单啊 在这里呢 我只想说一下 你想要秒杀的话 有这么一个 你只要拿到赤锋剑 想秒这个甘宁 首先是非常简单的啊 那 那自己单人就能秒了 不用张飞护场了 而这里面 你看诸葛亮 现在连个武器都没有 这里面呢 刚才张飞是倒了一手黄袍 应该是加了点气 然后呢 再配上 再配上诸葛亮的 再配上诸葛亮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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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气快啊 你看 他们俩 他俩还选择追击 曹君 好的 那追击曹君的话 就是打牛筋 牛 牛筋底的嘎的鞋 嘎的都磨没了啊 这个牛筋的话呢 就 我个人认为 我是不太喜欢打牛筋 但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干的话 可以可以打啊 这个不干的话 比如说你像那种 就是军师级别的 就无所谓了 如果要是那种 就是跟他肉搏的那种人 一定要卡住歪轴 你现在就特别难 挺难的 好了 来看看现在 这边是 这边这么走的话呢 他就没有那个 没有武器了 大家会知道啊 没有这个赤锋了 三国战机 2P里面 诸葛亮的武器有很多啊 看有 有五火神仙扇 有赤锋 有冰扇 还有这个乌宇 乌宇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 游戏体验最差的一个武器 没有之一啊 就最弱的武器 只要就是贼得儿 好了 威灵仙 捣一手衣服 霸王战甲 跟那个明光凯 加的 加的这个 加的这个防御属性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隐藏属性 好像不太一样啊 防 防这个东西不一样 有的是防 有的是防那个什么啊 防那个 什么防混乱啊 就是自己不会晕 有的是防火 防雷什么的 防冰 他和他 反正这个有一个表 我背不下来 待会如果想知道的话 可以去搜一下 好了 可以看走牛津的话呢 其实牛津也有密室 记得当时选孙玄的话 好像是有孙玄的那个 那个拿的那个术是吧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那么一个武器 好了 扔武器过来 咱们 咱们这个游戏呢 如果是有三件衣服的话呢 两个人还可以 两个人可以刷 那个无限阵法 和无限 那个 无限的神器 当前地图无限 比如说当前地图 无限白虎的话 那就太无敌了 当前地图无限白虎 无限青龙 无限玄武 无限朱雀 但四神器的话 容易刷死机 好了 曹操要逃走 直接一手牛津 这是 牛津是 曹仁手底的一员虎将 带领五百死士 好的 一手混乱 张飞一手混乱阵法 我去 一手血杀 好了 一个多 这个是打晕 又是一手阵法 这个打血镑比较多 八卦阵打起来 顶一下张飞血杀 能打十二点 又是一个毒 好了 又是一个混乱 好了 接上八卦阵 这两个人配合 这套可以 又是血杀 但是打的点数不多 回身又是一手烟雾弹 张飞直接转身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不死 再补个狂风制 比较简单了 好了 在有限时间内 直接把牛津秒掉 这样的话呢 给了一个五子兵法 然后白虎神器 再加上一个牛津的降降 有牛津的降降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刷分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用牛津刷分是非常爽的 把这个 把这个人定在那里 然后牛津 一个正咬手 正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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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加上玄武神器 那真是非常过瘾了 如果说 如果说调那个 无限作弊的那个玩法 你会发现 打个好几十亿 好几百亿那种感觉 好了 看看 现在 现在是 直接来到了 打曹军路线的话 那这路线就不一样 这回来到这个路线的话呢 咱们 选择是 滑上道 滑上道追击 走一林 走一林路线 那正常来讲呢 这里面 要设计了boss 可以选择很多种啊 你比如说 你要 你可以选择去打这个 张辽啊 也可以选择 就是正常是走这个 许楚 密室路线 许楚 直接往前走的话 肯定是要打那个谁的 打那个 打那个 徐晃啊 徐晃 自功名 徐晃自若轩 徐晃自若轩 也是没谁了 好了 一个毒 一个毒 毒上 直接炸花 顶过来 马上回首一个八卦阵 这个玩法可以看到 又是张飞的血杀 又是一个毒 好了 看看 一一二三 直接炸花 顶过来 马上跟上一个八卦阵 住个量一个A 然后张飞再血杀一点 一个毒 好了 这个血量 张飞一二三四 直接一个小炸花 又是一个八卦阵 A一下之后 张飞直接反身为单A 两个人配合就可以了 这个就 这个就没有再血杀的意思 在一定的时间内呢 再次的把徐晃给打死 那么又是招降徐晃啊 感觉这也太假了 这个曹军 追击曹军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 这个武将以死相拼啊 以死断后 啊 你想想啊 以死断后 然后来救曹操 结果被打败了之后呢 马上我就投降 哥哥 输了输了啊 输了输了 怕了怕了 这太灯了啊 这个 好了 可以看到现在呢 准备救这个黄盖 这个黄盖呢 由于呢 是使了一个反剑技啊 然后铁锁连环啊 这反剑技 铁火连环 然后装上藤甲 火杀 裸衣火杀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非常的疼 这样的话呢 驾车逃走 这个场景呢 我记得小时候 在那个战斧里面啊 就是非常 就有这个场面啊 非常逗 后方呢 有追击 有追兵 然后呢 还有这个小兵出来 但是呢 你在这里呢 不用管这个黄盖啊 你只需要这个轻小兵就可以 在这里呢 就是选择打张辽路线 张辽的话 在这的话呢 也是 我个人觉得也是挺好秒的吧 张辽呢 他是个小boss 许楚呢 虽然说也是 也是在这里面 也是小boss 但是许楚 你正常的话呢 他就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 血量比较多的小boss 那相对于来说呢 咱们气还没有满 那就挺难打啊 好了 看看 一会儿啊 到一定情况下之后呢 后方啊 张辽就直接撇了一个雷 那个 那个 翻雷滚天 小的时候 好多人都管他叫什么 叫什么 奔雷八仙 呵呵呵 他这个名字起的啊 就是有时候 他配音 你确实听不明白 其实应该加一个字幕 练个必杀的时候 有个字幕 好了 看一下 好了 翻雷滚天 直接 哎呦 一个衣服 在这里两个人就可以选择刷无限神器用了 啊 可以看到啊 神器蹲下来 无限刷神器 可以看到19秒 18秒 17秒 无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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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见 这就无限了 啊 无限的话呢 这边 来吧 就是不会 你就是一颗不会 不会打架的人 这就太灯了啊 好了 在这里呢 助量想打点气 打小兵呢 是按打死算啊 就是必须得打 没有气的话呢 确实打不了 好了 在这里 漂亮 卡住了之后呢 两个boss 两个boss的话 一个夏侯敦 夏侯敦 第一关不是放 第一关不是 不是上跑了吗 第一关就是 还会直接死了 还会出来再救啊 这个 这个设定 好了 直接血杀 这个两管血的张疗啊 死得非常惨 先秒杀掉一个 然后给一个神龙骨耍 无子兵法 还有个招枪 去令撞 还是有 你看那个无限神器啊 这招真的是太赖了 很多人说呢 那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很少啊 他只有衣服爆出来的时候呢 在那个有衣服的地图上 两个人捡三件衣服 会触发这个bug 所以说你点三个人啊 才可以随时随地来找 但是你如果四个人的话 那更简单 助量在这里再长一长气 好了 先是一手 先手阵法啊 前前一撞 再前前一撞 再前前一撞 一个夺夺上 两个人同时打啊 这个太狠了 又是一个阵法 最后一刻记了 前前一撞 再撞过来 没打好 又是一个夺 不过呢 你随便张飞了一套连招就死了 这就无所谓了 他这个boss秒杀 其实根本就 没那么难啊 他这个就有点想多了 其实 其实那你当然啊 你无限晕也是秒 也是一样 这个烟雾弹啊 随时随地都可以补 好了 在这里呢 是直接打 打掉了两个boss 然后呢 在华容道当中呢 正常啊 如果说是 你像咱们玩 那个三国战区二的话 有呢 华容 华容道六王 就六个boss 是双下吼 徐晃 张和 然后加成玉 再加上这个曹操 也用是六个boss 好的 木牛流马 这个木牛流马呢 可以让咱们自己呢 这个是流马 还有木牛 这是两个道具 这个可以补充咱们的小件啊 比如说烟雾弹什么之类的 木牛是最牛的啊 他是可以补给最多啊 补给的非常多 流马呢 就是补的少一点 但是也也可以 好像补三个啊 还不是几个的 好了 这个音乐呢 是本游戏最紧张刺激的 不紧张刺激 激动人心的音乐 这个背景音乐 应该说啊 你看啊 这个游戏虽然说到目前 这一关打完之后 并不是最后一关 但是呢 给人一种 给人一种感觉 因为你打曹操 因为你打曹操 你就觉得就应该是最后一关了 是吧 不过三国战绩啊 既然是一个以游戏 以历史背景 历史为背景 这么一个游戏 那么他肯定是 你改变了历史 你把曹操打败了 那你想你要知道 还有东吴呢 是吧 打败了曹操还在打东吴 但是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历史 或者小说当中啊 那就明显是不可 不可不可取的 不可不可取的 你比如说你杀死的曹操 那么曹操后方就会乱 他会 他很可能会分割出几股小势力 或者说也有一个能人 在一统北方 当然呢 比较比较成型的是什么呢 由于曹操的身份呢 只不过是一个卫王啊 说白了 还是侠天子与令诸侯的卫王 所以说 很可能会造成内乱 这样的话呢 东吴呢 就是势大啊 成绩可以夺取天下 甚至 甚至呢 张鲁啊 什么西川的这个 西川的谁 包括北方的公孙康 这些都可以 包括西方咱们那个刘章啊 但是刘章就不用说了 一个面B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秒掉了这个德谋之后啊 成语之后 看看曹操怎么个打法 没有救德谋啊 先手一个 先手一个书 然后马上放一个孙子兵法 这是power up 力量 力量上升 好了 看看 现在先手是一个八卦阵 这手八卦阵之后 血杀之间秒掉啊 这伤害 你看 所以说孙子兵法啊 是秒杀的 秒杀boss的一个 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 伤害实在太高了 像张飞这种 张八神魔的伤害 再加血杀的多段 那真的是非常凶 当时啊 对 还是借这个说 你比如说现在打 打赢了曹操 在三国战机一里面 打赢曹操意味着什么 结束了 那就完事了啊 但是三国战机二里面 你打赢了曹操 就会要再去打孙权 而真实的三国演义 或者是三国治理 那历史肯定不会改写 但你就是就形式 你非要叫这个阵 非要杠这个事 你如果真是把曹操给杀了啊 在三国演义里面 在三国演义里面啊 关于就是 就是一个大刀 直接就一个一个看刀啊 然后就就给他斩 真给他斩了的话呢 那么结局呢 就是什么呢 结局就是啊 东吴呢 是目前呢 他是因为他的后方比较稳 他的政治结构呢 不复杂啊 就是呃 虽然说按理说是非常复杂的 但由于孙权这个人呢 呃 也是比较雄才大略 周瑜呢 也是忠心耿耿啊 以导致呢 这一方的这个君臣啊 这个当时来讲的 还算是比较和谐啊 所以说呃 势力呢 应该算是比较大 而真正军事实力大的北方呢 就会因为呢 曹操死掉之后呢 后方呃 甭管是甭管是有继承人也好 还是说有什么也好啊 真的是很难受 好了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无限的去修这个小兵 打死 正常啊 你你给他打晕之后呢 可以再再撞出一个玄武神器的 这个胖子是有玄武神器的啊 但是呃 但是并没有啊 但是这个这个就比较难受了啊 这个玄武神器呢 你刚才都浪费了 打那个小兵的时候会无限连 其实就是一个 你可以用白虎神器给他定住 或者说用 当然那肯定是浪费啊 或者用那个烟雾弹给他定住 烟雾弹定住之后 然后直接一手这个撞就可以撞出来 好了 看看 这边一手炸 其实按照这个曹操的说法也是非常对啊 他说你看啊 你看我多难呢啊 都说我大权独揽啊 熟不知啊 这个世界上有都 有不知道啊 现在啊 有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个人想称帝称王啊 我呢 我想把权力交出来 对吧 然后把权力交出来怎么办呢 这个 大概呢 就是说我把权力交出来 然后呢 谢雅归田 享受生活 但是我不敢呢 对啊 我怎么办 我根本就不敢啊 我交出来 我就是死路一条 我全家都没有好下场 好了 可以看到这个孟幽啊 应该就肯定是谈不上秒杀了 孟幽这个齐大象呢 确实很难秒 而这个孟霍呢 想秒的话就相当简单 刚才祝国亮又是放了一个神龙骨水 跳一下 一躲 秒杀孟霍呢 相当简单了 这个boss只有一管血 那还用说吗 好了 直接先手一个血杀 你看这个血量多高 又是一个多 张飞一套招就死了 这都不用想 好的 这边还定平来了一个后 左右跳的这么一个雷 而张飞呢 就马上一个狂风式就搞定了 走过来应该是要往下走吧 好的 对 往上走 往下走的话 是有这个 有 铝盟可以打 往上走的话 是打这个沙摩科 上方密室 上方密室的话 这个就应该不是张 不是 不是祝国亮打了吧 上方密室整完应该是 应该是 不是张飞打的 应该是祝国亮打了 因为上方密室里面应该有这个冰扇 当然这个冰扇的获得方式 不对啊 不是冰扇啊 我记得冰扇获得方式应该在无国的密室里 这里面啊 就两个版本有时候 我就记混了 长时间不解说啊 就经常容易记混 这里面呢 首先啊 这里面是有一个木牛 哦 这里面是有个木牛啊 说错了 这个 这个很难受啊 这里面你看这个 有着有这个火牛阵 这牛还披一个红棚子 这牛 祝国亮杀完 祝梁跟张飞干完杀完牛之后啊 就是基本上可以有牛肉吃了啊 做一个张飞牛肉 是狠 好了 左左右 这么打 他这个左左右是怎么回事呢 好了 木牛一个 这个所谓的左左右的不是每次都一样啊 你得看前面那个上一个地图 那个龙头是怎么闪的 你把龙头那个闪的规律记下来 然后进来怎么打就可以 他不是说每次都是 比如说左左右 比如说每次都是 那不对的啊 好了 可以看到 祝国亮从头到尾都没有武器啊 我 我记混了 我记混了 这个应该是吴国密室里面有那个天 天罡冰扇 有冰扇的话 那秒这个沙漠科啊 那都不需要驴步啊 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一个兵啊 一个巴巴刃 然后啪啪啪 就一顿啪啪啪 幸福啪啪啪 撞一下 然后血沙 双血沙 这个非常狠 一个毒 1234一顶 好的 马上再定定屏 这沙漠科的血量非常多 两个人同时的血沙 又是一个毒 1234顶过来 一个阵 一撞 再次的血沙 好的 这里面再 如果说出现失误的话 祝国亮有没有气 有气啊 但是他快没有血了 这点太难受了 可是你用血沙来打的话呢 有一定的难受点 就是什么 那没有血 来看看 这里面 吕布 该打点打吧 但是吕布 你能秒吗 小伙子 这里面 你如果打吕布的话 肯定就应该不是 因为你肯定是要秒 这个孙玄和曹操的两个boss 肯定是要秒他两个的 这里 好的 用牧牛 补一下 这边主要 你看 可以看到 主要是给张飞补血 然后呢 祝国亮呢 祝国亮只需要去蹭一个小宝就可以 引下来 这里面肯定是要先去打吕布 然后在打吕布的基础上呢 再去秒这个两个王 你打完吕布就打不了真吕了 不过你也知道啊 真吕你也 真吕想秒 那他四关血 你咋秒啊 对吧 那太难 太难受了 而且真吕呢 相当难打 经常会闪现 好的 给一个道家密板 放一个道家法点 其实他先手放就行啊 没有必要等这么久啊 没有必要等这么久 他先手放也照样是可以 也可以走 但是呢 不知道长不长气啊 我不太清楚啊 咱们看看 落下来 先手一个踩 这个没死 一个血杀 这个小木头人是最难的啊 这个小木头人 我认为小木头人是最难打的这个小怪啊 就比坛子怪还难打 给一个道家法点 好了 咱们看看加不加气 不加气啊 那你莫你什么呢 跟着这个左磁走 来看看马上是鲁布 这左磁风啊 这个画风跟画风跟第一步里面完全一样啊 我们三国战第一啊 落下来 鲁布 来点何人竟敢导扰我睡觉 我是烟人 张义德啊 我是一烟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是你看着出来 神龙骨水都已经调好了 这个就太赖了 这个当然了 鲁布呢 还可以再给咱们一个朱雀神器 虽然说并没有什么卵用 哎呀 没整好啊 刚才的孙子兵法也已经放了 又是又又是放了一个那什么 又是放了一个神龙骨水 这么一个玩法的话呢 就是无限用阵法了 秒还是能秒掉 但是浪费了刚才的一颗气的连段 来看看又是一个八卦阵 顶过来血杀 这俩人快没血了 这俩人 好了 又是一个顶 撞一下血杀 直接血死 呃 应该会给两个以上的补吧 一跪 呃 鲁布反贼留你不得 我擦 真心凶狠啊 不能救他 救他没有方天了 是不是啊 救他没有方天了 应该是你要是救他的话呢 他他就会啊 他为我所用 然后嘎给你一个详较 你要知道啊 给你一个鲁布 给你一个鲁布的话 那鲁布 一个是 一个八卦阵升级 然后鲁布下上 什么感觉啊 但是鲁布还得飞升级 还得飞你两颗气 特别费气啊 鲁布 当然了可以看到呢 这么打的话呢 打了鲁布 没有佐茨 佐茨其实也不好秒 这里面你也没有太清单精 所以说不好秒是很正常的 咱们看一下 诸葛亮太面了 诸葛亮作为一个文将啊 军师级别的 他打这个老打这个熊要打19下才能打死 好了 他不扔令牌 是因为已经打死了鲁布了啊 两个道家秘本 这边呢 两个强将 然后一把武器 没有什么道具了 用道家秘本来描两个boss吗 啊 小伙子 这两个boss呢 一共是一共是四管血啊 道家秘本 定住 好的 再一个道家秘本 马上一个利用咱们的一个令 然后再血杀 可以看到血量非常的足 哎 一下之后再八卦阵 最后一个八卦阵了 撞一下 血杀 直接死 那个死没死 那个死没死 没死 死了 漂亮 方天化戟是真凶啊 方天化戟啊 仅仅用了 仅仅用了 三十多分钟就搞定 这边还选了个牛鸡上来 这是一顿大手啊 拿着一个挤 是凶啊 是狠 这样的话呢 本身我个人感觉 他应该能秒十五个左右 但是有两个失误啊 真心挺可惜的啊 好了 再次感谢咱们的紫月清风 和枫叶代比两个大神 给大伙表现的这么一个 表演的这么一个双人合秒啊 可以看得出来 张飞的血杀啊 和祝国亮的血杀配合起来 真的相当的无敌 那么那么 今天这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啊 大家伙还是老规矩啊 素质三连 你是该充电充电 该投币投币 你该对吧 你关注关注 该转发转发 该收藏收藏啊 就是一定要起到 好市民的责任 你们说对不对啊 那绝对是啊 然后在片本的最后呢 大家伙呢 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啊 当中搜索小狼解说 包括公众号当中搜索小狼解说 然后添加并且关注 这样的话呢 可以跟小狼近距离的啊 获得一些交流啊 你我不说你懂的 而且还有很多神秘代码 大家伙如果有心情的话 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啊 赶紧点出来 好的 那么今天视频呢 到这里都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